就是自己得分的手段不突出 没有对林丹构成很大威胁 第三个呢就在相持的过程中 无畏失误比较多 漂亮 这个点打得比较扁高 所以球比较深 这样防起来就非常困难 我们看林丹点非常高 而且是手腕用的好 刚才我们介绍了男子单打 目前进入前八名的 有马来西亚的选手李宗伟 有泰国的选手彭萨纳 中国的选手陈金 中华台北的选手周天成 韩国的选手朴成焕 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陶飞克 越南选手阮天明和中国选手林丹 好的 林丹这个球抓的机会抓得好 直接扑球得分 这场比赛呢林丹和阮天明的胜者将和韩国的朴成焕 和陶飞克的胜者来争夺决赛权 对林丹来讲呢 在前面的团体比赛里已经分别2比1战胜了朝鲜的选手朴成焕 和2比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陶飞克 杀 印丹采取多拍回合寻找机会 一旦有了机会呢 就直接杀死 所以这也给这个越南选手阮天明啊 很大的一个威胁造成了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今天林丹的反手 反手的失误相对多 阮天明1比5落后 林丹第一次的比赛就是2001年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参加的国际比赛 那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他在2007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背部有伤的情况下 在半决赛中啊退出啊 最终退出了比赛 在2006年全羽毛球公开赛中啊 林丹是带伤最后啊 夺得了这个胜利 人们习惯叫超级丹啊 确实林丹呢 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体育的明星啊 他在很多方面呢 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我们啊 记得在大赛的时候啊 一旦赢了的时候 他脱了衣服啊 就脱了上这个短袖啊 跟观众的示意啊 跟观众那个示好吧 感谢观众啊 包括躺到地下 所以他非常富有表现力 那么通过他这种个性 也体现出了这个体育的这种精神 也感动了很多的观众 看林丹的打球是一种享受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手法很细腻 但是进攻起来却非常有威胁 拉底线 对角 落点很讲究 扑球 下选择唐仙虎 所以教练员来讲 也是天天脑子在想 怎么样突出特长 怎么样弥补不足 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 他是多方面的因素 现在6比4 出戒了 倒地了 接着把球打起来 所以林丹的这个杀球的这种威胁 只要你的球不接近底线 稍微的半场一点 这时候林丹他就会发挥很大的力量 大家看 就这个球给林丹制造了机会 林丹有的时候 他也对生活经常进行思考 比如曾经有一次采访他 他也说 他说社会上有很多的传闻 其实作为运动员也是一个考验 有些不是事实的 可是有些媒体就报道 这样对我来讲压力非常大 这也是对我的一种锻炼 刚才叶连选手阮天明一个直线杀 得了一分 在第二局阮天明明显的比第一局 要贬现的好 主要是五位失误比较少 另外基本进入的状态 林丹在这一段出现了几个失误 这样导致阮天明把比分追成了平局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7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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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到后场 这一球抓点抓得很准 在第一局比赛中 这个阮天明的发挥受到了抑制 但是在第二局 他可能经过了一段调整以后 现在这个状态比较好 在这个多排对拉中 林丹出现了几个输 好的 林丹不攻则已 一攻就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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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方打得都非常耐心 头顶上 林丹在把球拉到压到底线 平高球压底线 双方在对拉 勾对角 好的 这球又是一个强一个高点 确实 那么在多拍过后 应当在投顶区的突击对角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地请到了 前世界冠军两届亚运会男子弹打冠军赵建华 所以赵建华来讲 过去大家知道 他的这个进攻是非常犀利的 这个赵建华教练 您觉得林丹的这个杀球有什么特点 可以说威胁非常大 第一就是他的这个突然性 尤其他后场的这个起跳 给对方在启动跟判断上有很大的这个隐蔽性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的落点也比较比较准确 也比较深 所以这样对方呢 接这个球呢 也是可以说比较难度 再一个呢 他的这个爆发力会比较好 所以球的这个速度呢 也比较快 这个球呢 有些可惜啊 林丹可能觉得这个球是在界内了 嗯 大家注意 注意注意 因为他其实也有很好的机会啊 如果这个球去打的话呢 他也是占有很大的主动 可是他觉得这个球呢 应该是界外 所以呢 是放弃了这个球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在天河体育馆 为大家现场介绍的是 男子单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由中国选手林丹 对越南选手 阮天明 阮天明和林丹呢 都是27岁 但是林丹呢 打球的时候 他是5岁开始练 阮天明呢 是11岁开始练 所以少了6年 从成绩上来看呢 阮天明是2010年 澳大利亚羽毛球大奖赛的冠军 同时也是2007年 东南亚运动会的第三 男子单打第三 实力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嗯 目前他的世界排名 最新排名 11月11号的这个排名是第8位 林丹呢 现在排名是第4位 在第一局林丹是21比9先上 所以刚才我们也介绍到 就是当他在起跳的时候 对方启动跟判断会 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刚才这个球 我们看到林丹其实并没有说 用了很大的力量 他是一个头顶的一个点上 那么这个球呢 落点非常好 赵展华教练一般的来讲 大家都认为林丹呢 现在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嗯 但事实上呢 你看11月11号排名呢 他是排在了第4位 嗯 这个 当然国际排名只能做一个参照 嗯 对 那你觉得林丹现在他 真正对他有威胁的是哪些选手 我个人认为啊 真正有威胁的应该他自己 因为从我个人来认为吧 就是他只要把他自己东西 最好的东西发挥出来 那么应该 还是很少有的能够去对抗他 就别人挡不住他 对对对 现在那就是有时候他 比如说状况不好啊 或者有时候 也有欠缺最佳发挥的时候 嗯 那么可能就会输一些比赛 是的 你看现在排在第一的是李宗伟 嗯 排在第二是盖德 排在第三陶飞克 排在第四的就是他 嗯 前三个呢 你看李宗伟好像这次他 他前不久又赢了 赢李宗伟是吧 嗯 好的 所以在这个头顶区啊 我们看到就是你一旦有了直线 又有了对角 所以在其他的过程当中 你的点有一些变化 所以给对方 也更加造成了这种启动 跟判断的难度 嗯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 袁天明呢 球拍呢是 大概支撑了地上的 球拍是赢了 断掉了 刚才这个林丹在跳起扣球的那个瞬间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美感啊 就有一种美感 整个身体都充分地用力 体现了这个体育的这种美 扑球扑中路 那么11分过后啊 林丹这几个球呢 一方面还是加强的进攻 场上的速度呢 明显的要比刚才稍微快了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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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拍 我们看到 这边现在场上的速度也比较快 相对比第一局要快了很多 所以 对 所以现在林安不像第一局那么轻松了 而且林安打得非常耐心 挑到底线 这个球可以说两个人的消耗都会比较大 但最终林安还是 打对方的后场的时候 阮天明判断上的失误 从这个多拍 我们看到前面的几拍双方 都很快 而且林安也是做了一些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但是阮天明呢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拼就 那么过后 谁都在体力方面都已经消耗了比较大 所以要想再去进攻的话 难度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种比较慢的这种拉掉过程当中 也要看谁的基本技术 比较好一点处理球的质量 最终还是阮天明在判断上出现的失误 今天林丹的反手失误相对多 教授你觉得林丹它的特长是比较突出 但是你觉得它有哪些不足呢 从专业的技术来说 目前给我的感觉还没有说特别明显的那种不足 也许是一个它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加 越来越成熟 所以打法上面我觉得比过去更加成熟了 早些年在年轻 精力各方面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所以它场上基本上那种进攻 包括这个打法上面都是非常的凶狠 那么现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加 尤其一开始的比赛 它都不会说把整个精力或者体力 都用到这个极限 除非对手很强大那种 可能才会这样 所以一般来说它都会逐渐逐渐的把自己的这个体力 要经历一个往上推 就是说打球更从容更合影 对对对 现在林丹16比11领先 你看它一跳起来这个软片铭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就有点害怕的感觉 17比11领先 17比11领先 感觉这个林丹手上非常有数 可以说球感非常好啊 因为刚才 阪天明这个往前出的质量非常高 我们看一下慢进度 应该是碰到完了 但林丹凭着自己的这个对球的感觉 回了一个很非常高质量的对角 从这个节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林丹这位选手 对羽毛球的这种感觉 可以说应该是非常好 就是这个在训练中找出了真正的规律 认识比较深刻 但是有些东西它并不是说 这个苦练就能够练出来的 因为你还要加一些巧练 还要用心去练 我想这样可能才会 对这个球的感觉会好一些 没错 还得有这个天赋是吧 嗯 连续批掉 到底线 双方打的都非常耐心 又是一个多拍 看来阮天明还是非常的顽强 就是通过自己 非常灵活的跑动 看到我感觉这个阮天明啊 他这个从后场上前 往前就球的这个步伐 非常好 而且柔韧性很好 你看有些球似乎感觉很难了 角度很大了 但是他还能把它救起来 嗯 所以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因为你林丹 如果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 跟对手去打的话 当然很多人都可以打到 很多这样的排数 这是因为当你的球 没有威胁的时候 那别人就可以跟你去抗衡 当你把你自己的速度 然后那种进攻的威胁 打出来的时候 那就很少有人能够 这样从容地去防守了 漂亮 他这个点比较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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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比12 从这台球我们也看到 阮天明 也确实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运动员 今天总体来看呢 是林丹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在第一局 特别是21比9先拿下 第二局呢 这个阮天明呢 找到了一些感觉 其中呢 在中间7比7的时候 和林丹呢是咬住了 最后又被林丹落开 现在到了盘点 14比20 我们看到老前辈 唐仙虎 这是个假动作 看来 唐仙虎指导还在不断地提醒的 因为现在比分是领先 但是还是要抓紧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阮天明还是一个非常顽强的运动员 唐仙虎教练回到这个国家队是什么时间 大概好像00年左右是吧 应该回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然后退了以后 现在还是作为国家野猫球队的顾问 回放挑高球 今天阮天明打得也是非常不错 对 现在场上比分是16比20 戒指机会阮天明又拿回了两分 我们介绍了今天这场比赛谁取得胜利 谁将进入前四名 那么接着他的对手就是韩国的朴承焕 和印度尼西亚的陶菲克的胜者 来争夺下半区的决赛权 那么今天上午韩国队的朴承焕是2比0 胜了陶菲克 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跟朴承焕争争这个决赛权 最终林丹是以21比16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请张婷华教练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那么因为刚才我也看了一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没怎么看 第一局我觉得林丹打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一方面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 主要阮天明在第一局可以说打得比较消极一点 那么从第二局的后半段 刚才我看了一下阮天明把他自己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了 尤其在这个场上的跑动当中 面对林丹的一些进攻 他也完全地去拼救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的一些 很多球的一些多拍都是这样造成的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今天也看到林丹 在场上他自己的一些水平 除了他进攻的那种威胁 那种杀伤力 那么我们也看到林丹在对这个球的这种感觉上面 可以说还是非常好的 控制这些球 不管是基本技术的一些熟练性 都可以说掌握了非常好 好 谢谢赵建华教练 我们这场比赛就转发到这里 是由赵建华和蔡萌解说评论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